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来到认识人大政协 透过我们的访谈 加深认识国家的发展 由2021年开始 大家就注视到国家主席习近平 经常对全国有一个祝福 就是中国要执实推进 共同富裕 习主席就说 实现共同富裕是不能等 也不能在穷的人和富的人之间 出现一道不可如意的红沟 更加就说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应该摆在更重要的位置 如何去理解国家 去推展共同富裕的理念和成效 今集请来的嘉宾 正好最适合去说好这方面的故事 非常欢迎就是全国人大代表 陈范先生来到我们当中 您好 您好 您是新任的全国人大代表 从你实际参与全国的最高权力机关 你行人大的职务 可不可以从你实际的体验里面 去说明给我们听 国家是怎样依法治国 而国家亦都怎样透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去透过人大机关 特别是港区人大代表 去推动一些以民为本的政策呢 Kavin 你好 首先我们要讲宪法和依法治国 要看看宪法 第一章第五条都清楚说明了的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 这个很清楚 是 第二,你剛才所說的共同富裕 我們那個憲法第一章第一條都說得很清楚 就是社會主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制度 根本制度 所以共同富裕是因為我們把人民放在最高的位置 所以讓人民活得好,生活得愉快 我們在不同的時候,例如年老疾病 甚至是不能就業的時候 都按憲法是有一個保障的 所以在過去我們一段時間 參與國家的立法、改法 以至其他的決定都有參與的 我們人大常委每兩個月都會開始會 兩個會中間我們香港的人大代表也會開會 是就著相關的法律進行一個探討 甚至有些共同的一個意念的時候 也都會集體提出 當然個人也都就著他的經驗、意志、月曆 就著不同的議案提出一些意見 我們譬如說在過去幾年 我們說國家已經完成了六項法律制定 八項法律修訂 以至十一項重大的決定 當然除了這些工作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的第一次審閱 第二次審閱的工作是相當繁重的 而且我們看到他的依法治國 或者是依法行事 是非常樂到實處的 譬如說在過去一段時間 就著不同的法例 在徵詢意見的時候 又說是超過十萬計的回書的意見 甚至建議 收回來的意見 收回來的意見 所以你看到立法過程是非常全面 以及滲透性非常強 他如何收到這十萬計的意見 在全國人大之下 但是在不同的區域和市 他也有加上六千五百多個立法的聯繫點 所以變成在法律的草擬 法律的諮詢 徵詢人民的意見裡面 是做得非常透明 即是直接人民就可以去到這些點裡提意見 沒錯 譬如我們在去年去月西去考察的時候 會發覺在江門有一個地區性的立法的聯繫點 變成就著不同的法案 是向市民作出一個解說 是就著有關的法案 是徵詢他們的意見 亦都是現場可以收集的 變成這個我覺得 這個可以香港都可以參考 我們說的是去年我們在第一次會議的時候 在全國人大會議 是說這個是立法法的修訂 這個是將立法的過程 立法的原意 立法的精神 都說得非常透徹的 亦都是說清楚 在立法的過程裡面 要諮詢人民的意見 亦都是接收了不同的意見的時候 亦都有一個回饋 到最後立法了 即通過了之後 亦都需要作一個宣講 讓人民明白法例已經成立了 什麼時候生咬 裡面的內容是怎樣 有什麼要遵守 這個都是非常重要的過程 甚至我們說的是 這個是糧食安全的保障法 這個大家都非常關注 甚至是愛國主義教育 都是透過有一個法例 講清楚法律立法的原意的目的 然後他們有什麼條款在裡面 大家有什麼應該做 有什麼應該避免 甚至有什麼不可以做 都說得清清楚楚 這個在我們國家來說 是做得非常好 其實香港可以效法 可以設立一些點 直接由市民去到這些點 去表達意見 因為我們基本上是有電郵 有上網的方法 或者意見書的方法可以表達 但是沒有點 沒有聯絡點 所以其實我們港區 全球人大代表 都有一個意見 就是香港可不可以 設立一個聯繫點呢 這個聯繫點是讓香港 港區人大 和市民多些溝通 多些接觸 甚至我們讓市民明白到 我們國家制定法律 修改法律 以至作出決定 有什麼考量呢 甚至讓我們知道 究竟這個國家 它實際上是寫得很清楚的 在憲法裡面是實行 依法治國 所以它有這個理解的時候 對國家的認識 那個信任 以至那個融入 是更加好 大家對於你來說 是非常認識 因為之前你是問責局長 也本身是工程師 多年來都是政府 不同的部門裡面工作過的 以你親身的一些 譬如背景 或者工作經驗 對於你履行人大職務 有什麼實質性的幫助呢 其中一個呢 我覺得就是 在過往合作的過程裡面 是了解多了國情 當然我不可以 因為我都認識了 因為在環状學習當中 了解了國情之後 也都明白內地做事的方法 有什麼可行 有什麼基本上是有困難的 我們找一個方案 去解決了我們的需要 這是最直接的 譬如說 我們當年去做這個是 港深港高鐵 那一地兩檢 甚至是廣州大橋開通 有關的配套 我們都是跟內地 合作得非常緊密的 變成在這個基礎之上 我就會 好像這樣說 因為推了下來 我用工程師的背景 當然也是用過往的經驗 是就著不同的議題去表達意見 在那段時間 我也就著大灣區的發展 怎樣去推動這個人才的流動 互聯互通 互聯互通 甚至我們香港建造業界 未來的基礎建設 需要大量的專業和技術人才 怎樣去為大灣區建立一個人才庫 讓我們的專業和技術人才 在不同的時候 不同的需要 去到整個大灣區裏面 不同的點去貢獻作建設 因為好像一支 我們叫做軍隊那樣 一支團隊那樣 可以按照實際不同的需要 去到不同的城市 甚至地區去幫助這個建設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各自為戰 就好像我們說 一支竹仔二支彎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結合力量的時候 其實對一些重大的 尤其是基礎建設 受物的規劃的改劃 以至其他的工作 都可以合眾人之力 就好辦事 我們提出了之後 內地有關的部位 都會有同事給電話跟你聊天 譬如我自己就著我提出幾個議案 我們提議提議 都有給電話的 因為最方便的方法 就是通通電話 因為距離比較遠 都會就著不同的提議 表達不同的意見 到最近我也收到一些部位 回覆回來 就著我們怎樣聯動 內地和香港的人士 甚至政府去海外 去一帶一路去推廣 這個大灣區的時候 怎樣說好中國故事 說好這個大灣區故事 說好香港故事 他們都有證明的 即一年都不用 已經基本上 落實一些東西了 可以看到很多 很多的向海外推廣 香港大灣區 一帶一路的工作 另外就是建造業的建設 這個人財富也是積極地跟進 那你自己本身是否都專注 你自己工程師相關的範疇 去提出這些建議 我會走這個方向會更多 因為為什麼呢 主要就是各盡所能 我們說的是人盡其財 物盡其勇 對盡其利 我熟悉的是 我在那方面做的時候 我相信實質的貢獻會比較大 當然對一些其他的範疇 我也有興趣的 也會去給予意見 因為我有留意到 你在都會大學 有一個非常精彩的演講 題目為 《中國式現代化與香港》 你用了很多的數據 和很生活法的例子 去表明了國家 其實在推展這個 共同富裕的過程裡面 得到的成效 首先我們大家都要理解到 我們國家是一個富裕 非常廣闊 和人口非常多的一個國家 我們說的是14億人口 在這個偏遠的地方 農村的地方 那個生活條件相對是比較貧乏的 收入也有所欠缺 生活是困難的 所以國家在這方面做了相當多的工作 比如說收橋補路 養物資可以流動 這個已經是後期 最重要的是我們說絕對貧窮 絕對貧窮的意思就是 以聯合國的標準 在當時來說 每天每日是有1.9美元的生活費 你知道1.9美元是有多少錢 所以這是一個我們叫絕對貧窮 國家經過一段很長的工作之後 可以協助到9800多萬的人民 脫離了貧窮 即是近一億 近一億的 我們國家已經在2020年尾完成了 在2021年4月也發表了這個白皮書 將我們的經驗、過程和成績 數據公諸於世 讓其他國家或者經濟體去參考 為什麼呢? 我們國家的現代化都很清晰 是一個和平發展道路 人與戰華共生 這些都是舉世共同擁抱的信念 在這個情況裏面 如果我們國家可以透過一些途徑 不同的方法做到這樣的成績的時候 其他國家可以參考 它可以比我們做得更好 我們也可以向它學習 我們是互相推動的 最重要的 我反而很欣賞的是 不是說做完了這個脫貧的功堅的工作 就完成了 它在這個工作完成之後 還訂立了很多保障的機制 是防止反貧 因為個人 是一個團體 它可能在不同的時間 都遇到不同的困難 如果沒有一個適當的扶持 或者協助 它可能會重返 這個絕對貧窮的情況 所以 跟進的功夫做得好 跟進的功夫做得好 它設計了一些 它要防止反貧 除此之外 它如果發現了有個別的群體 是真的有一個生活的困難 它會再繼續跟進的 所以基本上看到脫貧 攻堅這個工作 是會持久了 是持續性的工作 這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人在不同的時間都會有喜樂 比如我們自己大家都會 心情會有喜樂 工作會有喜樂 但不重要 但這個最重要就是說 那個人民 他真的遇到困難的時候 他是有一個 我叫做兜底的保障 這個最重要 這個是我們國家 一個很清晰的決心 和它的展示 我亦都留意到 在你精彩的演講裏 特別提及了一件事 是很深刻印象的 就是說 其實國家去訂立這個 共同富裔的 非常之艱難的道路 特別就是 要縮窄貧富差距 正正就是我們中國大陸 走的方向 和西方社會走的那一套 是完全是另一回事 就是如何去令到 全體人民共同富起來 在這方面 其實你覺得 為什麼中國大陸 這麼有意志 和這麼有決心 而且他們這麼有信心 可以做得到 這個就很取決於 第一 就是國家領導的軟件 我們說的思想精神 和人民群眾 整個整體國家 是否擁有共同的信念 和一個意願 我們看得到很清楚 因為我們國家是以社會主義 是一個根本 社會主義是中文人民共和國的 根本制度 在這個根本制度之下 社會主義就是要照顧每一個人民 照顧他們的福祉 所以在這個共同的理解 共同的信念的時候 只要大家同心合理去做 是可以做得到的 而且他不是爭取個人的利益 他不是爭取個人的那個 很自我的一個利益 而是一個群體的利益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看到他的政策 是可以做得到全面覆蓋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他要做這件事 他是會立法 是將那個社會的道德規範 還有一些不可如的底線 先說清楚 我們說14億人 如果一起做 我覺得一定做得到的 現在最重要的是 是堅持、穩妥、推進 然後持續去做 我是有信心的 因為我們說西方 很多國家都是說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的精神 他就是說怎樣去爭取最大的盈利 甚至是經濟效益 當然我們國家都說經濟效益 但是在一些我們叫做國企 或者叫做央企 或者一些其他企業裡面 其實他對那個共同富裕 都有一個很深刻的表現 譬如說去年經濟比較差 有些民企 都是提供一些我們叫做優惠卷 折扣卷 或者消費卷 給他的客戶去享用 這個就是說 當我生意都這麼差的時候 我都肯派優惠卷 或者叫做消費卷給你 你會不會覺得 受到一個愛護照顧呢 還有就是說 原本我買了一件東西 是10元的 現在有了優惠卷 或者是折扣卷 或者其他消費卷 又便宜了 那感覺是不是良好呢 我可以負擔到 所以這些在座都顯示到 除了政府之外 在社會以至企業方面 都有這個 當然是 我們人民都有 都有一個共同富裕的抗議 那香港在過程中 怎麼可以發揮到我們的角色 來支持共同富裕的目標呢 我相信 共同富裕的目標 我相信 一定是要國家自身 要堅持做下去 而香港是怎樣可以 貢獻我們的能力呢 第一 就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不要為國家添犯添亂 第二 我相信 一定是 我們是從這個超級聯絡人 這個角色 是 轉化成為一個叫做超級增值人 聯絡了 那我們還有下一步 我跟你聯絡了 跟著坐在這裡 那其實意義是存在 但是意義就沒有一個再發揮的空間 如果我們是 將超級聯絡人這個工作做好之後 再提升一步 去到叫做超級增值人 我們就將這個聯絡 是更加發揮得好 去譬如說 在不同的範疇裏面 是繼續 將香港鎖場 貢獻國家所需 這個也是 那第三 就是應該做好 我們是 魚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因為這個是 我們是 現代化 其中一個重要的一個 是 戰略的支點來的 因為魚港澳大灣區 是國家主席 親自謀劃 部署推動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也說得很清楚 大灣區 是在我們這個 國家現代化的一個 重要的戰略支點 我們是高質量發展的一個示範地 以及是 中國式現代化的人領地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其實香港要堅上 要負起這個工作 還要加大努力 以及全民推動才行 沒錯 所以好像你說時代 香港也要繼續增值 從超級聯繫人 變成超級增值人 我猜我們未來 國家以及香港的政策推動 依然都可以 以人民為依歸 以及以民為本 繼續要繼續加油 今天非常感謝陳范先生的分享 謝謝你 內地與香港共建一帶一路融資國際版 全國政協委員譚岳恆 在全國政協會議中 提出內地與香港共建一帶一路融資國際版的提案 提案建議 吸引一帶一路 完善國家和地區的合資格企業赴港上市 創設一帶一路股票指數 提升國際影響力 建議還提出 基於一帶一路 完善國家地區的債務融資需求 創設債券融資一帶一路國際版 一方面以補貼等形式 吸引完善國家地區發行主權或類主權債券 另一方面以大型專案為主體 選擇一帶一路完善建設周期長 預期收益較為確定的專案 在香港發行中長期債券 由鴉投行和私路基金等開發性機構 創立系列投資產品 提供產生效益前的保證利息 香港地區在綠色債券認證 發行和政策補貼等方面 都形成了較為成熟的機制 結合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推動 由人民銀行牽頭 鼓勵發行機構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 以及大力發展匯率對沖工具 利率對沖工具等風險管理產品 推動形成完善的債券融資生態 提案並提出打造一帶一路 另類投資融資平台 設立優勢行業的產業基金 鼓勵引導央企金融機構 跨國公司、國際金融機構等 包括港澳企業等積極參與 形成投資融資多元化和國際化 並在國家層面大力扶植中資及 建立港澳投資銀行 特別是針對東盟、中東等地區 進行重點佈局 在股票上市補薦、債券成銷、基石投資 研究覆蓋等方面 和外資投資銀行 形成一定的差異化競爭優勢 充分發揮香港專業服務優勢 在法律諮詢、風險管理、爭議仲裁、 資產評估、綠色認證等配套服務領域 輪選一些具代表性的機構 形成一站式投資融資服務平台 主動以組團形式對外宣傳推介 打造香港作為一帶一路 完善投資融資中心的金七招牌 O幕僚有選擇 改變成營 O幕僚有選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